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結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晨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和敏儀主持 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晨 敏儀早晨 各位聽眾早晨 傑哥我問問你 戒款車對你來說 第一感覺是什麼 第一感覺是走遠一點 是嗎 當然了 萬一發生打劫戒款車 那時候香港有准多單單 真是恐怖 其實我每一次看到戒款車的人 冠軍裝 帶帽子 拿著一支槍 尿槍 感覺是頗恐怖 這不是凡笑 看到戒款車 去禮讓它 禮讓 那麼有時去銀行戒款 有時可能會 不按正常馬路線走 我試過停車禮讓它 但上星期我看到一條新聞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介款車我們看到 通常大部份時間都是去銀行 因為將這些現金運到銀行 但上星期看到這條新聞 居然這個介款車 是將一些禮金 運送去女方女家的家 介款車其實是為其他人服務都行 因為介款車不是一個政府機構 它是可以給普通民眾租用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用 第一次見 因為這個新郎將多少禮金 簡直我都覺得是天文數字 要用介款車運的話 就一定不是一萬多千 是四個運送人員 押著多少 六個大紅色的箱 裡面全部都是現金 禮金結婚 當然不能用銀行的鐵皮箱 一定是特別製造的箱 那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四個這麼大的箱 究竟栽了多少錢 你叫它運來 我還給我數一下 先說一下這件事發生在哪裡 是大陸的浙江 正常 現在大陸結婚 禮金經常會罵出很多風波 你不知道嗎 禮金不夠的話 不嫁 禮金不夠的話 不去婚禮現場 摺身兩摺不到 接著新郎哥一趟腳就走了 經常都見過這些 其實這個禮金有998萬 另外還有些金磚 還有些其他東西 所以為什麼要出動到 四個保存人員 戒款車去戒這些禮金 即是一個婚姻當中的禮金 現金將近一千萬 然後還有金磚 其他首飾豪華婚禮 說起禮金 即是你知道 其實在香港也好亞洲也好 禮金是南方的 這是新郎將禮金 運送到新娘家裡 之後運送到銀行 存在新娘的戶口上 但是美國 我當初一聽說 禮金原來是女方負責的 那女權地位高 如果你結婚 講一個男士結婚 你用錢去打動女方 女方才肯嫁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交易 是啊 但是如果在西方文化 覺得女性地位很高 因為這個女性地位很高 所以她覺得 在任何婚禮環節當中 我應該承擔我的事情 譬如說禮金、嫁妝 都是女方給的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小到大 從亞洲長大 我覺得男家應該負責這些天公地道 反過來女性嫁 好像如果在亞洲文化裡面 變成我貼了錢 貼了大床去嫁 這就是哪個強勢 哪個弱勢的問題 其實說起這件事 例如禮金好 或者不同的分族好 其實就是強勢和弱勢的體現 因為在亞洲傳統文化 男人主導一切 男性是社會的主導 所以當那個女性要去依附男性的時候 那這個女性應該獲得一些安全感 譬如說你將來娶一個 你將來娶一個怎樣辦呢 你將來納妾怎樣辦呢 那你要給些 我們香港講的 你給些渣男才行 好禮金 保你生活今後無憂 嫁得了吧 即是類似這樣的文化 但禮金是不是給父母的 即不是給女生的 不是 女生自己代的 蛤 是嗎 好像給父母的 那些人當然是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給過禮金 所以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聽過嗎 我不是賣女的 很多人這樣 我覺得是給父母 你給個女生沒用的 我明白了 你嫁了之後 你跟他都是同一個戶口 財產分開的 可以分開可以不分 我想應該是 好像過年禮事那樣 媽媽說先幫你待著 然後從此就見不到禮事 我覺得禮金是給女生父母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給過 也沒有收過 所以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地方 結婚的習俗都很不一樣 今天可以和大家 去分享一下不同的地方 我們看到什麼 因為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見過很多人結婚 因為我未在香港參加過 好像有嗎 沒有 參加過朋友的婚禮 這麼遺憾 不是 因為我不是很大就來到美國 所以基本上我參加的婚禮 都是在美國進行 但是我記得香港看很多的影片 照片 朋友分享出來的影片 很多人去針茶 針完茶之後 去婚禮現場 有個大綁者 拿著一把紅色的 你看起來你在香港沒有什麼好朋友結婚 你 有 但是我不在香港 不夠好朋友 感情不夠深 為什麼呢 就是要回去參加 我有一次 有試過一次 最好的朋友真的參加過 但是我記得 我是晚上去喝酒的 ok 我在香港參加過婚禮 在大陸參加過婚禮 以我這個 才疏學史 沒有什麼見識的人 講講我的經歷 首先第一次 在中國大陸參加婚禮 是 都知道要封封禮 去到吃飯 跟著吃光了 然後見到個個牛袋 有人封封禮 然後我說 你們要做什麼 吃完東西之後 吃完完 上菜 所謂的禮事就是禮金 不是 禮金 人情人情人情 就是人情 就是 你一入門口就給封人情 對 一般通常 多謝多謝 你誰說 登記了 李敏儀給了這個禮事 你知道嗎 有些是馬上拆的 為什麼 這麼沒禮貌 是啊 這個心態就是 我請你吃飯 每位可能 三百元港幣 你試一下封少過三百元 那會怎樣 立刻拆 立刻唱 唱 高聲唱的數字出來 不是 是啊 是啊 他扮得好像很慶慶 李敏儀小姐到 禮金一封 然後打開 五千 然後旁邊的那些 伴郎 伴娘 或者那些 負責首領的 是個別的個別案 全部 全部 那說真的 參加婚禮的人 怎麼這麼瘋得笑 我在香港見過一次 五玉孫啊 好了 回到我第一次參加婚禮 給了一封禮事 坐下吃飯 吃完飯 已經上了甜品 然後每個在袋裡掃禮事 我說你要做什麼 然後每個都看著我 斟茶禮事 原來新郎新娘 要過來逐個逐個敬茶 然後你要給一封斟茶禮事 如果你入門那封禮事 譬如說給五百元 但是那個斟茶禮事 十元八元就行了 意思意思 意思就行了 但是我連禮事都沒有 幸好旁邊有個朋友說 我這裡有一封 為什麼人家知道你不知道呢 我對這些習俗 第一不是這麼了解 第二這些習俗 九十多種 好了 等我移民到香港之後 去香港參加朋友的婚禮 這次就更嚴重 為什麼 休息一會兒 稍後見 好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來 《徵掃生活氣跑線》 結剛你剛剛說 說在香港參加婚禮 遇到一個重大件事的事件 究竟是什麼 笑話重大 那時候我剛剛移民到香港 我想未到一年 剛剛有個朋友的扣仔結婚 叫我去 你知道朋友扣仔 真的不太熟 叫他要去 想想第一次在香港參加婚禮 是挺好的 五時半公後 六時入籍 那是不是 都挺OK 好了 真的準時六點多鐘去到 靜嬰嬰 為什麼 是有人的 是有婚禮的 通常很多人 會早些去打麻將 那就是打麻將 那時候我又不懂得打麻將 是 好啦 那坐下了 坐下了 坐下了 坐到七點吃飯了嗎 七點 沒有人到 八點都沒有人到 真的這麼晚 我又沒試過 八點多鐘開始 那些不打麻將的人開始來了 總之 上第一道賽是九點十分 嘩到眼都花了 你可以叫蟹肉衣麵 又不懂 第一次 最壞的是 我看不到人叫蟹肉衣麵 有的 一定有的 我知道 後來看港產片就有了 但是有些叫蟹肉衣麵 好像說 主家說自己給錢 我這樣 其實他給錢不重要 最重要是餓餐死的 六點鐘去想 九點多吃飯 你明明在酒樓 你應該知道有東西吃的 喂 如果我六點鐘去到 我知道他九點十分才上菜 我一定走出去買個包吃 是 不知道 那跟人又不熟 那就坐在那裡等 乾等 是 終於等到第一道菜 我看我的手錶 九點十分 終於上第一道菜 有沒有餓過龍 沒有餓過龍 那又沒有 所以 我們說回來 分族 其實每個地方都不同 甚至每一家人都不同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結婚方式 譬如說 在美國生活 大家喜歡去教堂 是啊 香港都是 看你什麼宗教 香港很少去教堂 不是啊 我認識那些人都有 因為你在基督教的環境裡長大 當然 但是如果不是信教的 或者不是教會成員的 在香港就很少 在美國我看有很多 即使不去教堂 都請過神職人員過來主持 這是美國最常見到的婚禮方式 但是如果教堂 我不知道 應該是你要有宗教 譬如說你去教 你是屬於基督徒 你才可以去教堂 不過你說得沒錯 我有參加過朋友的婚禮 在拉斯維加斯 他很簡單的 租一個小禮堂 有一個所謂的神職人員 不要所謂的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符合法律局的那個 但是在拉斯維加斯 你去租一個小禮堂 就行了 我參加過的 其實我覺得 真的有點流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他租的那間 他已經看過很多間 覺得很好 那些評論有多好 所以租的那間 當時也在說 差不多二十年前 差不多接近二十年前 當時我記得 我在電視台工作 所以我自己拿了 一個傻瓜錄影機 那些叫High 8 就是傻瓜錄影機 自己去幫他拍 而這個小禮堂 這個套餐 是包了他 給他一條影片 但是呢 後來我看過 他們那條影片 真的覺得差到什麼 因為他有兩部不同的攝影機 幫他拍 但兩部攝影機的顏色 是不同的 一個偏白一個偏黃 所以剪完出來的那條影片 簡直是肉酸到死 我幫他用傻瓜攝影機 錄完剪完 配合音樂 那條影片更漂亮 比他們提供的那條 那個場地 是真的 神父也是真的 不過 負責錄影的人 是臨時拘捕過來的 你知道 其實拉斯法加斯 是什麼地方 美國西部 當年美國西部 大開發的時候 結婚哪有這麼認真 隨便找個神父 找個牧師出來 但是你這個教堂是收錢 你當一個business這樣做的 沒理由給這麼爛的東西給人 那你就遇人不熟 在中美兩地 美國和香港兩地 不同的婚禮 不同的宗教文化 當然是不同的 但是你剛剛說到那個 戒款車送禮金這件事 我想是大陸的婚姻當中的惡族 已經是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實是否為了面子 因為他說原來在浙江的台州 台州是很流行 我們見到的簡直覺得是出奇 但是他說其實在那裡是很流行的 台州是一個歷史名城來的 以我這個學歷史的所知 浙江那帶的人給你印象是什麼 沒有什麼印象 證明 是嗎 是的 浙江的人很精明 很多四五十年代 那些大富商都是浙江人 寧波人 所以他們是對那個錢銀是很重視很精明的 那你剛才說唱禮金的 是否都是浙江 我聽說沒有 沒有說誰的省 免得被人說 它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那地方是很精明的 對錢很計較 所以當時我們幾個朋友去參加婚禮 都說 哇 幸好我們都比得不算少 那有個朋友說 比少了 一看前面搶 你還不再歪歪進廁所 再多兩槍下去嗎 我說是呀 這個是自然反應 是 前面一搶說五千 然後你看看自己 放了五十 更快可以再多二百下去 所以其實這種婚姻 我覺得是一種惡族來的 是 婚姻其實是兩個人的事情 兩個人的事情 當然你走入人生一個這麼重要的階段 大家親朋職友來恭賀一下 這個很正常 是 在婚禮現場可以搞一些小活動 大家開心一下都幾正常 但有一次我在香港參加另一個婚禮 那個真的是 遠房親戚的婚禮 是 遠房親戚的女兒出嫁 我第一次在婚禮現場 見到玩遊戲 就玩得這麼極致 整個遊戲其實我看不明白是怎麼玩 但我只見到新郎和新娘 一人搶一下鞋子出來 哇 我心想很棒 我在吃飯 我還坐得很近 是 鞋子在飛來飛去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事情 大家可以找些開心的節目來玩一下 但是不是一定要 希望文雅一些呢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這些遊戲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文雅 所以為什麼呢 我做一個私儀 很多時候都會幫自己的朋友 去做婚禮的私儀 但是我從來從來都不會接一些工作 就是我不認識的人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認識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玩的程度去到什麼 你說如果叫我玩這些 過了火的那些 我就不喜歡 我記得有個朋友 他是婚紗店的老闆 當然婚紗店老闆接觸的客人 也是結婚的客人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 喂 我幫你接了一個工作 婚禮的私儀 給的錢很多 四個位數字 然後我說 我不做的 他說 那麼多錢你不做 我說因為我根本就不認識那些人 我不知道怎樣去 幫他舉行這個儀式 玩到什麼的程度 可能是令到我不舒服的 所以我是從來不會做這些 其實這個婚禮 這個整個婚慶當中的惡族 中國自股就有了 但是現在發展到中國大陸 在這方面 有些事情我是覺得很奇怪的 譬如你剛剛說的那個 只是禮金都980萬 這個是 之所以變成新聞 是金額巨大 這種 逗比多禮金多這種風氣 其實在很多地方 由浙江 你說台洲 溫州 這些地方 其實以前很多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見過 薪兩 基本上是被金包著的 沒有啊 不是吧 是啊 第一 頸上戴了無數條頸鏈 和金頸圈 金頸圈不是頸鏈 是硬的 是 手上兩個手臂 可以擺得下的地方 全部擺滿了那個 用九九金打的牙 然後呢 心口還有一塊 好像那些古代的 那些戦士 那些護心鏈 那麽大塊的金牌 是 新娘是要兩個人扶著才行得 太重了 我想那裏少些二三十斤 其實你說 你到底想展示一個 什麽的形象給人看呢 原婦 即是我家裏很有錢 是不是 其實有沒有錢 跟你結婚 有什麽關係 不是 有面子的嘛 那就是你為錢結婚 那這件事 最多是炫耀自己的財富 但是有些 這幾年 中國大陸有些 婚禮中樂習 是你覺得匪夷所思的 嗯 有什麽樂習呢 不如有些陣子 轉頭和大家聊 好 轉頭見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生活起跑線》 杰哥你剛剛講的 這幾年 在中國大陸 有些婚禮 有一些樂習 究竟是什麽樂習呢 其實上了新聞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大陸的新聞 應該都見到的 在這個婚禮上 可以說是一個 怎麽說呢 是一個很粗俗 近乎流亡行徑的過程 剝新娘的衣服 不是吧 最近才有一宗 在山東還是哪裏 在山東 將新娘的衣服 剝成一條底褲 不是吧 接著新娘就 起床走 不結婚了 那 這種惡族 在於什麽呢 在於說 其實你的婚禮 鬧得越激烈 婚後的生活 就越幸福 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麽的哲學道理 完全沒有邏輯 是吧 我也問過很多人 為什麽他們要這樣 譬如說 鬧洞房 以前是有這個習俗的 鬧洞房怎麽鬧呢 譬如說 跟新娘說一些 恭喜的話 要他們兩個 ребят 玩兩個人 和男性 說就是要發展到 的方式 鬧洞房 把新娘的衣服 再把 Vancouver 把新娘贏在床上 帶幾個男朋友 要贏在床上 這條畫面 是得太難看 其實我覺得 接新娘這環節 本來是很好玩的 即是抵馋 令到半郎 半娘 都很開心 如果是 如果是演變成那程 這樣就很離譜 這一個打籌 其實這一個 接新娘個環節 開門利是通常是那班伴娘拿的 我覺得挺搞笑的 其實這個開門利是如果玩得好的話 是一個伴郎和伴娘鬥志鬥用的過程 亦都是和大家製造一個歡樂的氣氛 正常的其實大家早就已經有共識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 當然不會 不會怎麼玩 我認識的一個人 我見識不多 我認識的人是大家有共識的 只不過有個上限下限 你聰明就拿到上限 伴娘不夠就拿下限 是這樣玩的 你的錢大概有少許通水 但究竟裡面玩的遊戲是什麼 通常接新娘都是玩新郎歌 但是伴郎都會出來幫她擋 譬如叫她做一些掌上壓 或者叫新郎要對新娘有什麼愛的宣言 唱歌 彈結他之類的東西 不過有些比較體力上的東西 很多伴郎就會出來頂 這些就是用來玩的 但是真的搞到反面也有的 因為這個伴娘要價太高 是新娘和伴娘反面 開門利是伴娘收的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令到一個很好的伴侶變得很不愉快 但是我剛才說的 中國大陸的惡族都被說完 最大的惡族是什麼呢 所有的伴郎或者現場的藍奔 可以對伴娘這次是 上下其手 很過分啊 誰還敢做伴娘呢 極致在現場可以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 你對 你說吧 非常對 我問一些大陸的朋友 為什麼新娘找回來的伴娘 因為是她的朋友 被人這樣對待 什麼剝衫 剝得一絲不掛 這個是有照片為 有錄影為證的 我問到底這些人想做什麼呢 他說 傑哥你真是天真 那些伴娘是誰 風月祥所請回來的 風月祥所請回來的 他就說明是誰做伴郎 或者是誰在婚禮現場的藍奔 是合理合法上下其手 我覺得這個合法是加引號的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變質了 因為我們一般正常來說 婚禮當然是 新娘找最好的朋友來做伴娘 新娘找最好的朋友去做伴郎 總之有時 金錢太過膨脹的情況下 社會風氣日益下降 其實這件事我們在中國大陸 目前在這個 婚禮事件上 真的看到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 其實我想問現在 婚禮裏面的伴郎伴娘 是不是已經是 人數呢 已經是所改變 因為我從小在香港看 伴娘只得一個 伴娘只得一個 但是來到美國就看到 這麼多伴娘都可以 結婚都可以做伴娘 因為在香港不可以 一定是伴娘 這個伴娘是未結婚的 但是來到美國我發覺 好像不同了 不過現在是不是 已經年代不一樣 在中國或者在香港 結婚都可以多過一個伴娘 或者多過一個伴郎 伴郎伴娘 早就已經可以多過一個了 伴娘團伴郎團 起碼是 四五個七八國都很正常 但是 結婚都可以做伴娘 這件事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呢 西方婚禮有一個環節就是 新娘將花球向後拋 賣了結婚 撿到老公又在現場 那怎麼辦呢 不不不不 因為你向後拋 是所有未結婚的女性出來 不是只是伴娘 所有未結婚的女性 不是伴娘嗎 小女兒都可以出來接的 噢 誰接了明年假的 是嗎 只是說而已 但是總之未結婚的 出來接都OK的 但是現在呢 最奇特的呢 那時候都幾年前 我覺得 第一次聽 但原來已經很流行 就是在伴娘團裏面 可能有個男生 在伴郎團 有一個女生 這些屬於玩花神 無所謂 但現在已經很流行 你有沒有發覺 第一次聽我就覺得 不是吧 接著後來看看香港的娛樂新聞 發覺 原來已經是一個流行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男女平等 不知道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聽眾知道 為什麼可以留言告訴我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我想這些是年輕人的 一些玩意 其實沒有所謂 但是 伴郎團 你有一位女生 加入伴郎團 她不是穿伴娘的衣服 她是穿伴郎的西裝 那種的 是嗎 但是 反過來伴娘裏面 有個男生 我未見過她穿裙 穿裙 穿裙 男女平等 現在美國 一直都主張不男不女 不知道 反正 如果你按分禮的習俗 以前老人家 是很廣告的 如果你做得 有什麼不好 不禮事 真的 有些老人家 當時和你翻臉 是 知不知道有什麼規矩 什麼規矩呢 譬如說 花繳 要坐花繳進來 踢花繳門 對呀踢花繳門 跟著還要 在整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禁忌 有些事不准做 在這個婚禮延長 佈置裏 又有很多特殊的 一些有餘意的東西 譬如說 要在床上擺核桃 代表和美 擺紅棗 為甚麼呢 早些生孩子 是 擺花繳 又是甚麼意思呢 生得有男有女 不要只是單一 你單一生孩子就好些 單一生女 那時候很嫂妓的 所以要擺花繳 就要擺 好像擺風律 我看過一個介紹的 我看到那些賀禮才誇張的 不知道是不是電影那裏看 什麼椰子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賀禮 或者是 禮金禮餅 香港最重要的是老婆餅 那時候 香港 舊時代大家談婚論嫁 那時候 要特別說 多少口老婆餅 多少口禮餅 一口口禮餅 一口口禮餅 我也不知道 一口口禮餅 我以為是一千斤 一千四斤 以前說多少口禮餅 這是古代的東西 老婆餅 一口口禮餅 不是要重量計 是要過數計 但是嫁女餅呢 我大概在COVID那段時間 有朋友嫁女 你知道那段時間 沒有辦法開放 在教堂 或者舉行婚禮 他們選擇在自己的後院 現場就在Zoom 大家一起上線去看這個婚禮 但是我記得 他特意離家給嫁女餅 這個嫁女餅 是挺特別的 我記得 有些人去參加婚禮 可能男方女方 他都認識 但是他就說 我認識太太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說 你認識太太那邊 他就可以拿到一張病卡 如果你說 我認識 新郎哥哥那邊 你就會拿不到病卡 我又拿了兩張 不是呀 所以 那些人說 我認識新娘的 那就拿嫁女餅 沒理由呀 所有賓客應該贏了一份才對 對吧 沒有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聊 好 轉頭見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會氣跑線 今天講結婚的話題 其實結婚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習俗 我記得 有些朋友 結婚的時候 就說 其實是一個賺錢的好機會 蛤 因為 收禮金 不是禮金 是這個收人情 其實現在 大家比得都比較鬆手 所以覺得 擺酒 其實可以賺到錢 那你請吃什麼 吃什麼級數的 餐宴 如果是 吃得便宜 收得多 就可以了 我覺得都不一定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很識體 你在哪裡擺酒 如果你在酒樓擺酒 可能禮金會比較少 但如果你在酒店擺酒 他們就會自然給多一點 雖然你說 收這些 例子 會 遮蓋到你的婚禮費用 但你也不可以夜晚結婚 不會 賺錢方式 但我覺得 起碼大家 賓客會做 令到新人 可能他們 結婚也會有很多 開支 如果他們可以給這些 賀禮 給得鬆手一點 令到新人 就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壓力 通常大家都會有心著的 你說的 你在這間酒店擺酒 大概一個人 人頭費用多少 往上加少少 正常心理 但是我真的見過 不是拿婚禮賺錢 是什麼 拿九十多種 所謂 喜慶的 借口 來擺酒 例如呢 例如 例如說什麼 幾周年 或者是 生日 紀念 放回十幾位 真是 可以收回一千幾百 其實真的有的 所以 有時 曾經試過聽朋友說 我覺得他 放什麼生日走 那些是為了賺錢的 那我好 我去 給你面子 但我買禮物 我不給禮金 我曾經在中國大陸 參加那個婚禮 真的是我賺錢 因為那個人的事業很成功 嫁禮 所以他是 用那種更加熱情的方式 回報一些賓客 你封 五千元利是 他會打開看的 看完之後 他會封一萬元給你 如果你封三千元利是 他會封六千元給你 即是給你雙倍 是的 他就表達一下 開心 第一 我有能力 第二 開心 第三 感謝大家來 所以我唯一 我試過一次 我參加那麼多婚禮 唯一試過一次 走的時候 主家要回禮的 是不是有這個習俗 沒有 沒有回禮的 沒有 但那次我去一個 珠江三國洲的地方 參加婚禮 是主家有回禮的 所以不同的人 不同的婚禮 不同的故事 人生幾十年 可能你真的 參加每一個婚禮都不一樣 如果給你選擇 因為現在 不同的形式的婚禮 都很多 如果給你選擇 你喜歡好像中式 新郎新娘 跟自己的親友 又坐一台 還是像西式 新郎新娘 坐了上台 面對所有的婚禮呢 第一 我就沒有選擇了 因為當初 我已經選擇了 第二 我說如果 給你有得選擇 第二 新郎新娘 單獨一張桌 坐了 我想你只會在美國 在香港 也有 也有 如果他在酒店裏 放酒 就有了 是嗎 他現在 酒店裏 設置 擺設 都是以這樣的形式 新郎新娘 坐了上台 不過我試過見一次 有一個 是新郎新娘 旁邊 都坐了 那些伴郎伴娘 是一條 長桌 這樣有點怪怪的 我在香港 就沒見過 我在美國見過 有香港很多 現在香港很流行 就是年青那一代 就會去酒店 拜酒 我想如果 新郎新娘 另外坐開 有好處的 第一 他們兩個有交談的機會 第二 就可以被全場的焦點 集中在他們身上 也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 在美國 可能這樣 比較好 在香港 我真的沒見過 但我覺得現在的婚禮 都不要說現在 十幾年前 開始 我覺得 已經是 叫很多花筍 玩的東西不同 譬如說 以前在香港 我沒有留意 有叫什麼 first dance 新郎新娘 會 跳舞 第一隻舞 好了 我見過我的朋友 就是為了這隻 的舞 特意去請跳舞老師 去排舞排這隻舞 你喜歡用什麼方式表達 這個是自由來的 特別在美國 不過你說 說回不同的社會時期 大家有不同的愛好 這件事很正常 其中一個環節 其實我去到每一個婚禮 都喜歡看的 就是這個slide show的環節 這個都是近幾年才流行的 因為你有這些設備 才能夠有這個環節 對呀 為什麼喜歡看呢 因為看到新郎新娘 小時候的照片 可能變了樣子 甚至乎 他家人 可能你認識他家人 做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嘩 他以前那麼瘦 嘩 他以前那樣的 這個環節 其實可以讓大家想起以前的時光 在現場 通常會有一些 很寬發的小聲 因為 原來新郎小時候是這樣的 原來新郎做開朗褲 所以其實 我覺得籌備一個婚禮 真的不簡單 不容易 尤其是這個年代 大家要玩的東西 大家要在 婚禮裏面 給客人看到的東西 越來越多 就是 選擇音樂 或者做這些slide show 然後 小禮物 因為每一個賓客來到 都會 拿到一些小禮物 這些都是一些 心思 所謂的婚禮 有沒有聽過世紀婚禮 有 有錢人的那些 不是 有錢人的那些世紀婚禮 是世紀花錢最多的婚禮 有些婚禮是 更加有意義的 譬如說 有些很奇特的姻緣 最近我在 Facebook 幾多朋友 貼了一個 中日的 姻緣 全部用了 全日式的那種婚禮 穿的衣服 後半月用了 全中式的穿的衣服 很特別 是啊 前面 可能前面應該是 用日本的儀式 因為新娘是日本人 尊重女性 尊重這個 女性原來的風俗文化 我覺得這個新郎的家 都算挺大 所以它稱之為 世紀婚禮 兩種不同文化 在一個分類裏 能夠非常好的融合 很好啊 另外 剛才說的 接新娘的時候 除了開門 去玩接新娘之外 其實其中一個環節 我都覺得 是要擺心思的 就是 接新娘的那輛車 很多人 因為可能自己沒有車 或者自己的車 不夠靚 都會去租 租一些靚車 但是租完之後 譬如說 在車頭 放些什麼 公仔 又或者在美國 看到很多 都會 噴到車 寫著 Just Mary 或者拉著 一堆汽水罐 有不同的 辦法去佈置 這輛車 我覺得都挺有意思 美國的婚禮之後 新郎新娘 駕駛車出去 後面拖著 一堆汽水罐 一堆汽水罐這個風俗是 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我看電影 很久以前 我在美國現場 見過 有一部車拖著 九十幾個汽水罐 我想它 Cring crown 吸引人注意 其實在美國 我覺得 大家如果看到 旁邊的車 是一輛 接新娘的車 大家都會很自然 響看 即是說 恭喜恭喜 這種 開心喜慶 絕對影響到 周邊的人 所以我想 以後 如果我有機會出去旅行 都要加一個 環節 什麼 參加當地人的婚禮 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試過 來台灣出差的時候 剛才有朋友 你剛才撞到 譬如說你去非洲 參加當地人的婚禮 不知道有沒有旅遊公司 會搞這些 專門的行程 你要求就一定有的 一定可以幫你找到的 算是 今世要實現的一個目標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食牙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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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